就是在我交完他5805的服务费之后 他们以短信的形式给我发了一个链接 链接里边是他们车的附检报告 然后在附检报告里边 就是也没有提示到这些地方是喷过漆的 显示的前后保险杠 以及就是我所能看到喷漆的地方 附检报告里边显示的都是正常 他说这些问题对方也不避讳 我跟他们反映这个事 他们的领导也承认确实问题出现在他们这 当时没跟我说清楚 然后我说想退车 但是他们说退车只能退车款 不能退5805的服务费 因为毕竟我退车 他问题不是出现在我这 问题是出现在他们瓜子 出现在他们车上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退车的话 服务费应该一起退给我 他说退车不退服务费 对方态度很坚决 他感觉很恼火 如果他们在我买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了 第一我可能不会买这个车 因为当时我买朗洞 还有别的车型 我可能会选择别的车 如果就算是我买这个车 在我已经知道的情况下 我还买 那就代表是我自己能接受这件事 而且我觉得我花这个钱买的是一个全车员的价钱 并不是买的一个喷过漆的车的价钱 他说自己没有火眼金睛 销售员的话是他参考的唯一标准 现在出了问题 责任不应该他来承担 经过沟通 对方给出了解决方法 他当时买的时候是按照全车元气的价钱卖给我的 然后现在他也承认他这个车是补过期 所以他希望就是他想给我补两千块钱的差价 但是我觉得我接受不了这件事 为啥不给退服务费 钢子的记者伙伴找到了这家二手车严选店的销售经理 我让我们对外宣传部跟你联系一下解决这件事 我现在我没有权利接受您的采访 不好意思 钢子的记者伙伴要求这位经理联系能接受采访的人 等了半个小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我没有这个权利去跟您对话 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有那个啥 对外的宣传部去跟您对接 那您把他的电话给我 或者是您告诉他我在这儿让他过来 您看行吗 这样可以吗 如果说您这边的话可以聊一下的话 那咱们先 我接受不了采访不好意思 如果说您这边强制采访 我有权拒绝 咱们有相关能采访的这个人和部门 您赶紧跟他联系 让他来接受采访 这个东西我确实没有这个权利再跟您对话了 好